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就像咱们标题上看到的 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可以大家讲一下 如何更好的刺激你的上胸 同时呢 以及上胸的我们常见的一些错误 本来同样的今天呢 还是由大宝贝进行一个讲解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我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受 还有经验呢 我当时没有及时的可能跟大家分享出来 所以我希望以这种花外音的形式 跟大家在这里面详细的讲解一下 也希望以这种形式 跟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交流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健身人而言 上胸和肩膀中束 永远都是一个需要加强的一个主题 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少有那种上胸特别特别饱满 特别强的这种体型存在 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我也是胸的外侧以及下胸 相对我的上胸要饱满很多 因此我就想结合带我背 今天带我进行这么一个胸部的训练 再结合平时我查阅的一些资料 对如何更好的刺激上胸 有一个更全面的讲解 首先大家看到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做的是 一个绳索的上胸夹胸 其实这个动作如果做的不好 就很难刺激到你的上胸 而更多是一个肩膀前竖在发力 当然我最早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但是通过后期的一些调整 我逐渐感觉到上胸能够参与到发力过程中 大家做这个动作首先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调整一个相对比较轻的重量 因为当你主要的目标肌群没有被刺激到 基本上都是两个原因 不是你希望被刺激的肌群已经疲劳了 就是你的重量过大 目标肌群抬不起来 所以其他的肌群有一个代偿 就是借力这么个情况发生 所以大家第一个选择相对比较适中的重量 什么是适中的重量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能够让你在感受到上胸的发力过程中 还能同时完成12到15个动作的情况下 这个重量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重量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肩胛骨保持中立位的同时 让你的虎口来发力 这个技巧最早还是小萝卜告诉我的 就是当你在刺激上胸的过程中 尽可能享受的是你的虎口在用力 这样的话就以上胸这种肌丝就会建立更好的连接 同时还有强调你的肩胛骨要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 不要反攻过于严重更忌讳呢是一种驼背的情况 以上就是第一个动作 我们做四组每组12到15个 在充分达到让你上胸有一个激活 还有就是预先疲劳的状态下 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吐河性动作 那咱们现在进行第二个动作 也就是大宝贝经常让我们做的一个超级组 是一个上斜哑铃飞鸟加上斜的哑铃推举 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 因为我手臂比较长 当我在做飞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最近我相对调整了一下 我整个飞鸟的角度和位置 同样的跟上个动作相同的地方 是大家一定要先用虎口发力 大家看然后整个肩胛骨是保持一种中立位 但微微收缩的状态 同时你的反攻不要过于严重 当你反攻过于严重的情况下 大家就会发现 就已经刺激到的是你整体胸部了 而不是说只是针对上胸的一个发力 我觉得还有一个时刻可以提醒自己 让你的躯干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位置 方式也就是一个小技巧的话 就是做的过程中 让你的腹肌进行一个主动性的收缩 当你想着主动性的收缩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非常严重的骨盆前行 也就是咱们反攻的状况出现 这样的话当你做上胸的动作 就会正好刺激到你的上胸 所以我们上鞋亚铃飞鸟 前期是做12到15个 选择相对你能控制的重量 然后紧接着再做一个相对重量比较大的上鞋推举 这边上鞋推举其实技巧 跟刚才我说的基本上是相同的 唯一一个想强调一下的就是很多小伙伴在握哑铃的时候 他把手放在哑铃中间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把手放在哑铃的最上面 不仅会对哑铃更好的平衡 就更好的控制 同时会对上胸会有额外的刺激 因为你的重量都是压在你手掌的虎口上的 同样的我们这个是做每组10个 总共这个超级组是4组 那现在咱们来到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杠铃卧推 这个动作本身很简单 但是大宝贝在这里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普罗米修斯法则的一个运用 他让我们先做20个这种非常快速的充分激活你的爆发式的肌肉纤维 让你先感受你这个动作 还要感受你现在的这么一个力竭的程度 然后紧接着他同样的重量 他给你加入了一个离心收缩的一个法则的运用 在你下降离心收缩控制的时候 他用双手往下压 给你一个额外的阻力 这会比你平时做单纯的这种杠铃卧推难很多 伴随着已经疲劳的上胸和整体的胸部呢 我们只能做6到8个 再说一遍 我们首先做的是一组爆发式的 是要做的力竭的这么杠铃卧推 然后紧接着呢 是做带有离心收缩的 他给你一个阻力的这么三组 如果建议大家如果有小伙伴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爽 现在呢到了咱们的最后一个动作 也是大家经常看到 每次跟大家被训练 他经常愿意使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普罗米修斯试剂组 很多小伙伴之前有留言跟我说 咱们做试剂组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要知道 不管你现在的运动水平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你的目的是增肌 你永远的一个话题都是尽可能的 让更多的肌肉参与到你的动作当中 从而更好地破坏它 当你恢复的时候 它肌纤维会变得更粗 也就是一个尽可能的让你力竭这么一个过程 为了达到这个力竭 通常只用一种简简单单的那种四组啊 每次都是单的动作呢 有些成时候是很难达到这种状态的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可以运用一些 比如说超多次数的刺激 或者是偶尔夹杂一些特别大重量 就会给它一个未知的非常强力的刺激 当你平时练胸如果已经没有酸痛的时候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使用一下这种非常规的训练方式 来加强你这么一个肌肉感受 在做试义组的过程中 在保证你动作标准的情况下 大家一开始还是要尽量选用比较沉的重量 然后不断递减到100个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你的稳定肌群会一定程度上的疲劳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你的大脑来控制 不要让你的动作过于的变形 同样试义组作为一个力竭组呢 我们只做一组 充分的破坏你的所有胸部剩余的能量 Hello 各位 刚刚练完熊大家看到我跟大脑贝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胸部训练 整个这个训练呢 我都会整理成一个表格 上传到建筑师的微信公众号上 大家只需要在公众号里面点开 并搜索上胸训练 就可以弹出这个表格 好吧 那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Vlog 小脸 你怎么起那么早 牛逼啊 而且这怎么还绑个带子 这盗鸣寺你懂个屁 你啥子 你就是生气了 准备走了一会儿 对 准备走了 跟大家讲 我从来没有起这么早过 现在是早上七点不到 你给大家看天还没有亮 因为今天呢 我待会要参加Link的毕业典礼 然后他们那个学校特别特别远 从这边 东北边 开过去 两个小时 对啊 从这边到他们 两个开过去 三个多小时 三个三个多小时 Link 你怎么报答我 随便的 会儿有一千 八十八点五 洗个脸呢 就出发 洗个脸呢 那就出发 她的脸 ole seat 洗个脸呢 就出发 后来 拿起手 我去洗个脸呢 洗个脸呢 洗个脸呢 阿姨开心吗 开心 你开心吗 他们的学校非常的精致 而且有一种宗教 很多的 现在是进行到研究生的这么一个毕业的一个一个人走流程的过程 一广时间好快 上次咱俩见面是她上次毕业典礼 好像是 是不是 然后上次阿姨没有来 对 上次没来 叔叔叔过来 阿姨好漂亮 谢谢 咱们也人少 但是不能输给他们两个人 好 咱看另一个例面 Wit吧 Rosemary Lee Penji Lee Let's go Lee 可以 平时没白练啊 什么感受 挺好的感受 你得哭啊不行 你得哭啊 哭不出来 这个有什么好哭的 哭就哭 正是进了就会了 要报效祖国 等待 跟他照相很勉强 他不愿意跟我拍 怎么拍 站直一点 站直一点 怎么拍 全身都有啊 三二一 bro 你怎么还在上学 比较喜欢学习是吧 学海乌鸦 要是有机会回到学校去的话 我觉得学校还是不错的 东西还学到很多东西 看到他们这个我也想回到学校校里的感觉 尤其他们这个学校 要跟大家讲真的是太漂亮了 如果有机会 他们甚至可以造为一个旅游的景点过来看一下 因为周围全是海 给大家看这边 你应该在那拍一张 还是祝贺你 希望有一个好的发展 然后发展 那以后 没事过来找我健身 必须的 必须的 找你健身 找你干什么都行 来深圳找我 好嘞好嘞 好 其实看到这么多人 参加毕业典礼 我还是挺开心的 恭喜他们 学业有成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转发评论 毕业小伙伴 别忘了一键三连 好 好 好